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频道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猪腰菌菇红枣汤 经常喝一喝,舒筋火落,武肾壮痒,强壮身体 食材简单,做法也很简单的 汤鲜味美,营养好喝 猪腰,营养丰富 吃猪腰可以利尿消肌 补肾壮痒,补肾强腰,补须强身 预防和缓解缺帖性贫血的 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佳品 虽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营养很丰富 所以平时要经常的吃猪腰 我们先把猪腰放入清水中 来回的搓一搓,洗干净 主要的这层筋膜需要去除 这个筋膜腥肉也比较重 再用刀慢慢的把中间这个白菜的筋膜 全都要去除 这个筋膜腥肉特别的重 腥肉来源都在这里 去除干干净净 我们把猪腰改刀切成薄薄的片 放入盘中 来点面粉 来点白醋 白醋能够很好的去味增鲜 能够去除腥味 去除其他的异味 而面粉可以很好的吸附血水 加入了白醋面粉 这样洗的猪腰特别的干净 既能够去除血水 又能够去除腥味 洗至像这样 这个水特别的干净 一点都不红 已经洗干净 我们控水捞出来 蒜干水分 加入一点生抽 适量的胡椒粉 再来一点玉米淀粉 在他的抓均匀 像这样腌过之后 猪腰更嫩 特别的好吃 准备几颗红枣 放入盘中 红枣具有补中益气 养血安神 腺脾合胃的功效 是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 失眠患者良好的保健脾 维生素含量更丰富 所以吃红枣 能够为身体增加能量 补充营养 老花说 预示三枣长生不老 这也说明了 红枣的营养价值很高大 所以吃红枣 很不错 再换两遍清水 洗干净 准备一把黑豆 放入小碗中 黑豆原产于中国的黑龙江 辽宁 吉林 安徽 河南 河北 山东 江苏也有种植 黑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成分 可以清热解毒 补血养肾 美容护发 降低胆固存打 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 营养优其的丰富 所以平时我们包住的时候可以放一点黑豆 黑豆放入碗中 抓洗抓洗 把黑豆洗干净 黑豆看似黑黑的砍干净 但是也有灰尘 在吃之前 淘洗干净 吃着更放心 黑豆又能够补钙 又能够增强是你的抵抗能力 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的坚果 准备一小把的虫草花 虫草花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滋补薄材 属于虫草子的实体 是一种真菌 虫草花可以止渴平传 而且能够刺阴润肺 湿润化痰 调节内分泌代谢 提高免疫能力 不慎壮痒大 平时煲汤放一点虫草花 既能够增加营养 而且能够很好的味道鲜美 先把虫草花淘洗干净 然后再浸泡10分钟 泡软一点 这样包肉的时候 它的营养够好地释放出来 虫草花也有一些禁忌 像孕妇哺乳妻 小孩子一定不要使用 行日吃的时候适量吃 不能贪嘴多吃 我们来准备两块生姜 生姜是一种幼儿童原的食材 一能够入药 也可以使用 平日炒菜 放几颗生姜 可以提味增鲜 好吃营养 生姜为姜科属植物姜的新鲜根茎 胃心 性温 胃肺 喜 胃静 具有结表散寒 温中植藕 温肺止咳的作用 而且还有解毒的功效 生姜 心酸温通 可以发汗结表达 吃生姜 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加入一勺食盐 搓一搓洗一洗 这样洗得特别的干净 吃着更放心 枸杞是一种特别好的滋补家品 特别是男性 尤其是男性朋友们 经常会用枸杞泡水喝 或者直接生吃 枸杞具有补气血 补肝肾 延缓衰老 增强免疫能力 而且可以明目降压 抗熔炉的作用 同时能够远缓衰老 增强免疫能力 平日中老年朋友们 每天煲汤 放一点枸杞 泡水都不错 尤其是午后 喝一杯枸杞茶水会更好的 枸杞营养价值很高 刷拌的时候动作慢一点 这样不会把枸杞抓破 从而营养也不会流失的 油热下入生姜片 煸炒出姜香味 姜片炒香加入清水 大火把水煮开 水煮开 加入红枣 虫草花 再把猪腰加进来 黑豆 中小火慢煮大约30分钟 时间到已经煮好了 加入一勺盐调味 别的食材可以不用放 搅动搅动就可以关火 盛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 再把枸杞加进来 搅拌搅拌就可以直接喝辣 枸杞不要提前加入 只需要泡一泡就可以直接喝 直接吃 这样煮好的猪腰汤 可以很好地补肾 装羊 能够很好地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可以补充营养 补充钙质 强壮身体 滋补肝肾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大 经常喝一喝 真的是很不错 喝起来味道又鲜美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做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你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深厉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